诺兰指导的奥本海默掀起了票房风暴 短短两周时间 全球票房已经飙升至5.59亿美元 有望成来今年最耀眼的IMAX佳作 而叫好又叫做的奥本海默 在印度却受到了抵制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事情也不复杂 电影里奥本海默和恋人正在投入的上演 一出动情戏码激情澎湃 突然间恋人停下来 从书架上掏出了一本博家凡歌 让奥本海默用凡文送读了一句经典经文 然后两人继续完成了未完成的事情 这个情节在印度却炸了锅 在他们眼里这种亲密场景中 怎么能引用印度教最神圣的经文呢 有些保守团体甚至连电影都没看 也开始叫嚣要杯葛 最后政府官员也被喊出来说这场戏 简直就是对迟疑宽容的印度教教徒 宗教信仰的毫不客气的挑衅 还响亮的喊出这是反印度教势力阴谋的警告 尽事单单的呼吁导演诺兰删了这一幕 否则这是对印度为名的居心叵测的挑战 等等 这一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难道印度观众也喜欢战狼 还是二 我也是不客气的自己去电影院瞅了一眼 真是大快人心的视觉盛宴 我不能剧透 只能说诺兰又神奇的 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科学 战争 政治 阴谋 忌妒和意识形态交织的真实世界 至于印度那波咆哮 我们还是宽容点吧 平常心 平常心嘛 另外对这部电影不得不提的是另一个深刻的感受 这三个小时的电影 真的对我的膀胱做了一个极限的挑战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诺兰要让奥本海默在电影中引用博家梵歌呢 这绝非凭空想象 而是源自真实的历史 奥本海默本人是一位语言天才 他曾在短短六周内学会了荷兰语 同时他还能流利的使用法语和德语 在多次采访中 他表达了对印度宗教的浓厚兴趣 并专门学习了凡语 以阅读原文 更具戏剧性的是 真实的奥本海默在1945年7月16日的电视采访中 引用了博家梵歌中的那句话 在王子面前 为师奴变出了千条手臂说 现在我成为了死亡 成为了世界的毁灭者 莫兰的电影巧妙地还原了这一历史时刻 通过奥本海默与恋人的场景 将这句话融入影片中 这一场景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 也是对奥本海默内心甚处思想的在线 给影片增添了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戏剧张力 那么奥本海默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 究竟这位王子又是谁呢 千必为师奴又是谁 而印度最经典的博家梵歌 究竟又说了什么呢 那就让我们好好谈谈 一同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好好谈谈 博家梵歌的音译名字是Bagva Gita 其中Bagva在这里代表神 而Gita的意思是颂歌 执意过来就是对神的赞歌 博家梵歌存在于古印度的一部重要文史诗 摩科普罗多的几个章节中 有700多个诗句 而这几章文字却在印度文化和哲学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被视为印度教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 那他到底在说什么呢 为了搞清楚这件事 我们首先得了解 博家梵歌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话说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 班杜家有五个王子 他们各自有独特的技能和性格 劳三阿周纳最受父亲天地英陀罗的宠爱 因为他最是英俊潇洒 后来他去北面的雪山修行 向师婆大神学习绝技 师婆把他揍得晕头转向 但看他坚持不懈 最终赐给他强大的神器 穿刺三发利刃之剑 Pashupatastra 这是一把可以毁灭一切的终极武器 他因此当上了博家梵歌中的 库鲁家族的大将军 而故事里的师婆 Shiva是印度的三主神之一 代表毁灭和再生 其他的两个主神 一个就是奥本海默提到的 维师奴 Vishnu 他是宇宙的保护者 最后一个主神叫梵天 Brahma 宇宙就是他创造的 但是他被祭祀和崇拜的相对较少 而保护宇宙的维师奴 和代表毁灭的师婆 却有更多的崇拜者 难道印度教更崇拜毁灭 有暴力倾向 其实不是这样的 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 梵天被认为是宇宙的创作者 而印度教的宇宙和自我的概念 十分抽象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说 这种抽象性可能导致 人们难以与之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 相比之下 其他两位可能更具象化 异于理解和亲近 另外梵天更多的与哲学讨论 和深刻的宗教思想联系在一起 可能不太容易为广大信众所理解和崇拜 实非重要的是 这里我得说句免责的话 上面提到的只是一些可能的因素 而梵天在不同的印度教传统和流派中 可能有不同的地位和崇拜程度 那我们继续说另一个主角 克里希纳 在伯加凡歌中 克里希纳是维士奴的化身 他是阿周纳的车夫 克里希纳代表着智慧 指导和精神的力量 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好了 主角了解完了 伯加凡歌的故事 可以开始了 Once upon a time in India 整个国家都感觉到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 两个庞大的家族 一个叫库鲁 另一个叫潘达瓦 他们之间的对立逐渐升级 都想要掌控王位和领土 这场战争肯定会带来巨大的毁灭和损失 主角王子阿周纳的部队 即将开始与敌人进行厮杀 骑在马上的他看着下面的千军万王 可能还有大象 道德和理论的问题分治他来 他的内心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阿周纳开始怀疑这场战争是否正当 是否值得进行 他不禁考虑 难道为了权力和地位 就应该让至亲好友互相残杀吗 他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家族破裂 人民苦难充满了忧郁 这种思想纷扰令他精疲力机 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是否在追求正义 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严峻的伦理 和道德困境 无从抉择 而这是他的马夫克里希纳 开始劝道他 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伯加凡格中的对话 克里希纳小知以情 动之以理 还变换成牵手维尸弩来展现力量 他说 我可爱的单纯的阿周纳 你的痛苦都是因为你的吉瓦而来的 他蒙蔽了你的双眼 让你变得迟钝 纠结和痛苦 这场战争本来就是一个利拉 你应该超脱出去 连接到阿特曼 这样你才能知道布拉赫曼的秘密 就会清晰的认识 只有参与这场战争 才是你的神圣职责 这样才会达到阿西姆萨 阿周纳欣然率军奔赴了战场 并取得了胜利 故事结束 估计观众听到这里都快揍我了 威廉 你在这念什么咒 我怎么都听不懂啊 不好意思 给大家开个玩笑 因为这里涉及到几个印度教的重要概念 我给大家一一说说 利拉 指的是神创造的展现世界的自由和愉悦活动 他强调宇宙是一场美好的创造游戏 体现了神的创造力和欢乐 在伯加凡格中 这场战争就是一个利拉的例子 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圣战 吉瓦指的是个体灵魂 包含人类或其他生物的肉体和灵魂 为了理解方便可以理解成小我 阿特曼则是更广泛的自我灵魂或存在 是无限普遍超越个体的 是所有生命和宇宙的内在本质 可以方便的理解成大我 而阿特曼通常与布拉赫曼相联系 布拉赫曼是宇宙的终极真实和绝对存在 可以理解成我们说的道 最后阿西姆萨的概念是印度教的核心 意思是非暴力和不伤害 他强调尊重生命 避免伤害他人 动物和自然界 这个理念影响深远 强调和平与和谐 有了这几个概念 我们把克里希娜的话再翻译一遍 子曰阿周那 而之苦亦或皆由而以己观世 知彼战系命定 以寻道之自然 为解脱小我 融合大我 此乃无为而无不为之可见道也 而于圣战之则得顺天道 随自然之律 无报 无害也 观众又要揍我 你怎么好像在背诵道德经 不好意思 再开个玩笑 其实车夫在说 你目前的痛苦和犹豫 皆源于你执着于个人视角 须知此战是天命所诛 遵循自然之道 唯有超越小我 才能无私 融入大我 才能明白宇宙的真谛 进而领悟在圣战中的职责 是符合天道之意 是契合自然法则 才是无暴力 无伤害的行为 我相信这样 大家就看明白了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 前面的文言文像道德经呢 因为它确实很像道德经 难道这被喜马拉雅山 隔断的两个古老文明 有共同的起源 难道又是外星人 交给他们的 No 这两部经典成书 相差差不多200年 老子的道德经 更早一点 但是却都涉及 哲学思考 探讨了关于生命 人生 道德 和宇宙等方面的问题 都提倡道德原则 提倡非暴力 谦虚 善行 和和平的生活方式 都涉及到个体的自我觉醒 和自我认知 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境界 因此 这方面感觉很相似 但是这两部经典著作 在表达方式 文化背景 以及教义和信仰方面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而细行的观众又会问 这里自相矛盾了 怎么去参加战争 最后又成了无暴力 无伤害的行为呢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现在我们要去看看 奥本海默了 1945年7月16日的 那个夏日午后 空旷的实验基地 仿佛回到了远古 印度大战前的战场 刚刚成功完成核报的 奥本海默博士 如同阿州那一般 正面对着他内心的 挣扎和矛盾 因为他已经得知 另外两枚核弹 胖子和男孩 将要被投到日本 同时他会迎来一次 历史性的采访 摄影棚内灯光微弱 营造出一股凝重的气氛 奥本海默坐在椅子上 额头微微皱起 他的眼神穿越时空 似乎连接到了 千年前的印度 坐在他对面的是记者 Kinis Crawford 他的目光充满期待 等待着博士的发言 博士 你刚刚目睹了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 您对此有何感想 记者问道 奥本海默静默了片刻 仿佛与内心的阿州那 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对话 他的声音低沉而深远 整个房间仿佛静止了一瞬 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停滞 记者紧张地等待着 急切地要倾听 这个核弹之父的心声 We knew the world would not be the same 奥本海默 缓缓缓地道出的这句话 从此就成了人类关于那场战争 核弹的纠结 悔恨 无奈 痛苦的情感表述的最经典的语句之一 而说出这句话的奥本海默 也经历了阿州那 2000年前一样的过程 虽然轰炸广岛和长期的行为 在今天仍然存在着争议 好多人认为不用原子弹 日本也很快投降 但是当时的奥本海默 因为内心的愧疚感和矛盾 曾经作为科学顾问 试图说服总统杜鲁门 只用核弹作为震慑手段 不要释放到日本 因为会造成数以十万计的平民伤亡 但是总统核心得到的信息 却是日本不会投降 天皇号召民众 消逐为毛 全民欲碎 这样美国就不得不登陆 日本本土作战会刺伤更多的人 正如阿周纳那样 奥本海默最终也理解 并接受了自己的使命 尽管他没做到阿周纳那样的坦然 但是他还是在 博家凡隔着古老的智慧里 找到了解脱 因为一切都超出了他的控制 他只能接受命运 不能再多做任何事情 这一点在他1965年 接受CBS采访的时候 得到了证实 记者问他 在回顾过去时 您是否认为我们国家 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 他还是那个缓和和充满智慧的声音 我相信是的 他说 这个观点是我从许多人那里得出的 但最重要的是来自马歇尔将军 和战争部长斯蒂蒙上校 他们认为我们需要登陆日本主要岛屿进行战斗 这将导致美国人和日本人大规模的伤害 这个观点当时是真诚的 但是充满了遗憾 但也是基于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最好证据 对于当时的选择 我认为原子弹是对全世界的一种巨大的解脱 这场1939年爆发的战争 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 让许多城市被残酷地摧毁 虽然通过这种方式结束战争 肯定是残酷的 但却不是个轻率的决定 然而 现在我并不确定当时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我对此没有更好的答案 两年后 奥本海默因猴癌去世 而68年以后 坐在电影院里的我 通过诺兰一个个深邃的电影镜头 仿佛和奥本海默 以及千百年前的阿周娜那心灵相通 共同经历着他的命运和人性的交错 好多人觉得 奥本海默直到离世前都在愧疚之中 而我却看到了智慧的奥本海默 早就超脱了这一切 解脱了出来 古老的伯家凡格 他早就读通了 难道还看不透克里希娜到底在说什么吗 但是他经历的痛苦和领悟的过程 要比当时的阿周娜曲折和元曲很多 可能因为现在的世界 比古代的圣战更复杂 更多变吧 嘿 wait a minute 别煽情了 你还没回答刚才的问题呢 劝人家参战怎么能是非暴力非伤害呢 啊 我觉得我已经回答了 要不您再看一遍 好了 您怎么看博家凡格和奥本海默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我们好好谈谈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